欸 他們房屋會不會明天來整理的時候 發現說這一塊特別乾淨 喔 阿嬤味 有一點點黏 有黏黏的嗎 不是 有一點黏黏感 嚇死我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飯店挑剔系列 今天我來到花蓮 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間住宿 是花蓮理想大地度假村 我上次住的時候 是我國小二年級 甚至三年級那個暑假 大概十歲 但距離大概八年 哈哈哈哈 這真是細不了臉 實際距離大概十五六年 很久欸 這是我小時候 我擁有非常美好的回憶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再次入住 我非常期待 當然很多人就跟我說 啊 這個度假村有點年紀 還有點不要太可可 但我覺得我進來 比我預期的還要好很多 你看 整個進來 它的裝潢很像那種東歐度假小屋 裡面比較復古一點點 很多木製的家具 一進來 其實這個東西都有年代感啊 但我剛剛有特別去看一下它清潔 其實都算滿乾淨的 高地健康拖鞋 喔 這拖鞋我真的不敢穿 不是頂可可 是因為它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拖鞋 有一點點年 有一點點的嗎 不是 有一點年代感 就是感覺是有真的客人使用過的痕跡 你看它這個顆粒有一點被踩扁的感覺 有沒有 有一點皺褶 我真的不敢用 但是如果它是這個拖鞋 那有用塑膠在包著 你用完可以帶回去 我覺得觀感就會好很多 但它是露天版那隻 就會很像是我們去泡湯 公共浴池 我不敢 不好意思 這拖鞋我不給過 這裡有個保險箱 上面還有多的備用枕頭 有沒有聽 有一點點年代感 但還是滿滑順 好滑的啦 就是一個滿大的衣� 你可以進來就置放你的大衣那些 你可以進來就置放你的大衣那些 今天平日禮拜一入住 禮拜二退房 我們是住四個人房 可是三個人入住 我們花費是5275塊 以平日入住來說 如果你要跟花蓮市區的那種可能商旅啊 我們之前住過的煙坡飯店來比較 其實貴了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把它定位放在度假村 像我們之前花蓮住洋越美地 以度假村來說 它的價格又砍半 其實還不錯 但是我還是會想說 看一下它的設施啊 還有它其他一些度假村的免費活動等等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評斷說 它到底CP值高不高 我們先來看一下廁所 其實廁所它空間滿大的 這裡有一個浴缸 旁邊這個大理石紋 是滿符合近代潮流啊 可是可是你一弄手摸就知道 原本我以為這是大理石紋路 這好像是裂開耶 然後再去補的那種感覺 浴缸內就還OK 清潔的還算乾淨 但是這個邊邊真的是有一點年代感 旁邊它這個是弄它這種浴簾 我問台灣這種浴簾 為什麼 它就會濕掉啊 或是說那種美國恐怖片 我自己之前使用的經驗啊 它沒辦法真正讓水不要潑出去 它還是會流出來 對 還是會有一點點 然後從那個邊邊角度 所以地板上還是有可能會濕掉 我沒有那麼喜歡這種浴簾 但是也還算乾淨 看一下它洗手台的部分 真的就是有年代感 你看一下檯面這個食材 就是一塊一塊白白的 這也不是 就清不掉啦 可是這真的就是 一塊兩塊三塊四塊 有一些地方 可是因為真正的那種食材啊 它是真的會吸水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放一些東西上去 比較久沒擦掉 它可能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雖然是正常使用合理範圍 但真的有年代感 那來看旁邊這邊 我覺得這應該是近幾年有更新的 因為我印象中 以前沒有這種乾濕分離 而且以前馬桶也沒有這麼新 那為什麼吹風機不更新? 吹風機這麼簡單的東西啊 比起馬桶吹風機更好弄吧 欸 理想大廳 這以為在呼籲他們 旁邊這邊馬桶 因為我剛剛使用過我就不打開了 但是我剛剛使用前有檢查一下 這是滿乾淨的 免治馬桶 這裡的淋浴間它也是乾濕分離 而且我有發現 欸 它是膠條很新欸 膠條新到我會以為它是剛換的 整個透明度完全都有 我剛剛跟安琪在考究說 這上面到底是花紋還是水漬 我現在直接來試試看 欸 他們房屋會不會明天來整理的時候 發現說這一塊特別乾淨 因為這水漬應該是滿久的 所以整個它是從這邊都完全延伸下來 這下面全部都是 其實擦得掉 可能要弄一些藥劑 因為我剛剛是沾水 可是我覺得這一扇門 這樣觀感就不好 我遠遠的看 我原本想說欸 旁邊的膠條全透明超乾淨 到下面都很乾淨 結果這整片玻璃 上面都是水溝 我就覺得有點尷尬 這可能要透過一些藥劑去處理 我覺得會好很多啊 再來它這個乾濕分離的區域 我覺得也算是滿大的 我一個人可以前後轉身 都可以好好的洗 旁邊這個小凹槽 你可以放自己的洗漱用品之外 這個東西非常少見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攤腳的嗎 對 洗腳台欸 這個是我 以前我爸爸會帶我們小朋友 去澆溪泡湯 泡湯都會有這個 這個東西在現在飯店滿少見的 其實還不錯 有時候我們這樣弄會 會就是 對 你搓腳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巧思 旁邊它的備品 我們來看一下 自由品牌啦 木蘭洗髮精 雪松沉木浴乳 它是固定式 讓你要多少用多少啦 我看一下它的蓮蓬頭 蓮蓬頭也是有年代感 他們有點剝落的感覺 它就是乾乾淨淨 真的有年代感 還是有一點點使用痕跡啊 旁邊也是有一些把手 因應說如果長輩入住 可以抓著不要頂到 但是我發現說 欸這水垢不只這一扇 這裡也都是欸 我去看一下外面 還有發現一個東西 也是我非常懷念的 就是這個 這個以前我們去畢業旅行 然後我們朋友坐在隔壁房 我們就要裝馬桶上面跟它聊天耶 然後說 欸你們就等一下出去哪裡玩 明天去那個 我們要一起穿哪一件衣服 大家都應該這樣吧 妳有沒有這樣過 妳那個年代已經有手機了 妳們跟我不同年代 我比較年輕 好久沒有看到 兩個上面有號碼 還有些什麼 這樣我們看一下房間 從廁所出來 就回到我們大門進來這個走道 算蠻寬敞的 你拉著行李兩人都可以經過 旁邊這邊有一個 置放行李的架子 欸它真的很復古耶 它很像一個寶藏箱耶 可以打開耶 小朋友躲進去玩 躲晃絕對找不到 如果家裡帶小朋友來要小心 這蠻大的 剛剛他們的服務人員 幫我們送行李進來 幫我們放上來 我覺得算是蠻貼心的 它算是蠻大的 可以置放一些掛鉤 這裡蠻好用的過來 這裡就是我們房間的本體 四人房 比我想像的還要小 家庭的中間 我們這樣平日五千多塊 大家看一下啦 它是雙人床 床也沒有加大 就是正常的雙人床 這一個 也是讓我覺得非常復古 這很像是阿嬤 針線活的那種拼布耶 不壞到醜 可是我覺得非常復古 真的很像那種東歐鄉村風 看一下枕頭 它一個人就附一個枕頭 比較軟的那種類型 我來看一下它床墊 軟Q的程度 好Q喔 我跟彈起來了 這個床很Q 算是蠻舒服的 來看一下旁邊 請問這個是 蜂巢高 但重點是 它就只有一個 它就送一個了 欸 你的誠意一點 這看起來蠻好吃的 對啊 就有誠意一點就送三個嘛 對不對 這又沒多少錢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Where is 插座 Where tell me 我剛剛另外一邊也沒有欸 這邊也沒有 我覺得因為這個 真的是比較老牌的一個度假村 當年度 我們的人類 使用電器的需求沒那麼高 所以說不定幾個插頭就可以滿足 可是現在這種時候 我們真的很多東西要充電 這沒有插座比較可惜一點點 欸它就只弄一個 飛碟充電插座 這裡有寫啦 它說如果房內插座 不復使用 可以請防護部送貨充的插座來 他們自己也知道這問題 那為什麼不直接就放來這就好 它被移動 喔 有可能 所以大家如果妳 它做的使用需求比較高的人 就先叫他們先送來好了 它床頭櫃這邊 是真的櫃子欸 因為有些它就是擺設 真的櫃子 然後你可以置放東西 喔 阿嬤味 好 再來之前 安琪就說 她兩三年前來入住理想大帝 她的印象是 房間的梅味很重 但我們剛剛進來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梅味還好 因為她已經預先幫我們把冷氣開好 而且開得滿冷的 所以進來其實是非常舒服的一個空氣啊 但是櫃子一打開就有那種 梅味跟成年的味道 所以不要輕易打開 我們看旁邊 房前面就有一個大的櫥櫃 真的很像也是阿嬤家那種櫥櫃 蓋起來是不是很像阿嬤家櫥櫃 那打開它是一個電視 電視我覺得應該也是近代更新的 它是LG還滿不錯的 這應該有50吋左右的大電視啊 所以我覺得算滿大的 然後它有一些的智慧聯網功能 還可以介紹一些飯店的活動設施 我覺得還不錯 就滿大的啦 看一下下面 備品在這邊 有一個小冰箱 跟你的杯子 熱水壺等等 喔這個櫃子也是 安琪在旁邊聞到了 純舊的櫃子的味道 如果你是會過敏的人 勝選 我不會過敏 可是安琪鼻子好像就開始有點 她說她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她鼻子開始癢癢的 但我還好啦 就是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裡面茶包中規中矩 冰箱會有迎冰飲料嗎 有欸 有兩杯雪碧兩杯可樂 小小的冰箱 至少還有迎冰飲料 來看一下旁邊 有一個梳妝台 可以辦公的區域啦 我先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房間 它是採台燈間接光源 它不是說上面有燈 所以我們拍起來會比較暗 有時候會比較濕 教大家請見諒 咖啡機上面 安琪 UCC 看就上面是灰塵嗎 滿滿的灰塵欸 所以這個咖啡機 我也是pass 我不太敢用 然後這邊也是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一般住的飯店 他們會提供那種瓶裝水給我們 但是在理想大地 它是給你PRETA濾水壺 你要直接去廁所 拿它的水過濾 或是你要拿來煮過飲用都可以 我自己會覺得 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旁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沙發區 沙發區一樣有給桌子 如果你在這裡要一起吃個東西啊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也滿方便的 椅子 算是軟滿舒服的 也算是乾淨啊 因為我們之前有去住 六福萬宜的酒店 它的沙發旁邊就是抽鬚 它也是鬚鬚被勾出來 所以它那時候邊緣都是很多鬚鬚啊 這裡至少沙發我覺得就中規中矩 乾乾淨淨還不錯 看一下每個房間有的這個小陽台 窗簾不是電動窗簾 可是它有雙層 半透光跟全遮光窗簾 好沒有味道 妳很勇敢欸 因為我就不會過敏啊 就是我們之前去住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飯店 安琪就拉窗簾的時候就大過敏 所以我覺得窗簾 會是過敏兒的一個夢魘 窗簾至少沒有一些異味 沒有灰塵飛出來 看一下它陽台 欸其實滿大的欸 而且它有桌子椅子讓你可以坐在這很chill的 因為它外面有很多皂景 有一些植被啊 下面有一些盒的皂景 所以你真的坐在這很chill 而且我覺得它房間跟房間間 它的陽台沒有到完全平行 所以你跟隔壁不會說 喔看對眼啊 或是在那裤相干擾 還好 它的這個設計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外面是因為它有流水 很像我們在河邊 它那種流動的水 可以讓整個空氣淨化 而且旁邊很多植物 滿舒服的 好我們現在到 理想大家定義居住的第二天 現在是一個很奇怪的造型 大家請見那樣 因為我化妝包放在車上 而且我昨天擠痘痘你們看 我覺得如果以五千多塊平日入住 平均一個人一千出頭圓 這樣住下來其實滿划算的 雖然這裡有一點年紀啊 所以東西都有點年代感 但至少它服務人員 人數很充足 我們隨時要從我們住的獨棟這邊 要去停車場啊 去大廳 去吃早餐 只要打電話 他們馬上就有人來載過去 因為它的覆地滿廣大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樣滿方便的 而且其實小細節小地方都看得出來 他們是有人員在維護的 我覺得還滿不錯 那尤其早餐 我們今天有特別早期去吃它的早餐 早餐的品項滿豐盛的 而且它很多是那種很費工的項目 像是它有一個是鹹豆漿 它給你一鍋豆漿之外 它旁邊準備了大概15種料 這一個鹹豆漿的品項 它就花了一個空間來弄 然後或是什麼咖哩飯 旁邊就有放肉燥 咖哩 咖哩醬什麼的 品項都滿豐富的 早餐我吃起來算是滿滿意的 然後我的實際居住心的我覺得 它的隔音還OK 因為它獨棟 雖然一層有六個房間 可是至少我前後 我都沒有聽到隔壁住戶的任何聲響 有兩個點我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床 因為我昨天有說床是偏Q偏軟的 所以我昨天睡覺的時候睡一睡 自己翻身的時候 會造成說床會有那種餘震 我自己有把自己震醒耶 就是床真的太軟 我自己沒有那麼習慣了 這也給大家參考 那些地方是它清潔的小細節 像是昨天桌子 上面咖啡漬啊一些東西 這邊就是如果加強了質感會更好 好的地方還是有 它有平面車位 而且它還有充電裝 所以如果你開電動車的人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點位 所以這影片就給大家參考了啊 海莉的飯店挑剔系列 理想大地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把這個影片按讚 按讚好不好 也別忘了訂閱 我是海莉 大家掰掰